花椒 麻椒 加辣椒 加辣椒 谁的嫁妆啊这是 瞅见人家这儿是拿啥上的 就是拿一大盆 就盆吃饭啥感觉 你尝尝吗 老香的 可香的 是很香 很香 香辣 香辣的 它这儿的食材新鲜度在下 可以 它不是献沙的 献沙的鱼 就是新鲜度也没问题 味道也没问题 那如果说是满分是十分的话 这点五 这点五 这点五是服务员太少了 叫半点太猛 还有点超 我觉得这个麻椒挺好的 因为我平时比较喜欢麻味重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说 重完之后让你受不了的那种 开头的这麻 就感觉很适中 那种辣 到嘴边 它不及嗓 就是辣不过口味 开头不是说嫁妆吗 怎么聊起来 这一大盆一大盆的 它是老板 我是老板的样子 导演说了今天吃的是嫁妆 对 因为我们家的顶料 然后是我从成都带过来 我们家配方嘛 这些都是 我假的 可能是豆包酱肯定是有的 然后香茅草是有的 对 大概有46种 我们家的顶料是香而不纳 然后麻 大概就是四到五个小时 然后就用这个锅炒的 这个大锅 对 因为呢就是快两百斤了 快快点 这个锅然后直到这儿煎 然后就炒了 我觉得这个锅你拿到差不多 这个锅 你又挺厉害 那不是又打下手了吗 对 挺厉害 不但这些辣椒花椒麻椒是成都来的 还有这熬制火锅底料的手艺 也是跟着老板娘从四川驾到咱们河南的 不但熬制底料是老板娘亲自下手 制作火锅也是她的活儿 就你俩 咱仨 咱仨 咱仨这么一大盆 要吃咱家的 炸炸 没蒜汁 拿上菜子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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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捞克了 今天蒜汁 捞克了 这还可以 但专门在跳个炸料 这家底料比较特别 应该就是属于 比较正宗的那种四川底料 所以这个算是特调的 对对 特调的 可能是他们这个底料 然后再加上蘸料 这两个搭配在一起 味道会好 对对 这一碗碗蘸料也是老板娘自己配制的 主打的就是个地道的四川味 蒜米 香菜 香菜末 芹菜末 然后小葱末 还有这个是大头菜 从四川工艺过来的 这个是小黄豆 这个是 这个是豆豉酱 也是我们的 然后自己炒的豆豉酱 旁边也加有香料 然后再配上肉汁 然后免洋银 特小葱 这就是这个 тов狱 都是 敢尝尝吗 这是有鱼还有鱼 对 又 又 又 这应该是比较新鲜了吧 不是 下一个进入点 第一 那这时间应该吃了不断了吧 应该 没多少时间 没多少时间 千个哥们吃一块 那这鱼还可以 这条时间来也比如说 三腦或者猛腦 你自己说吃不太样 红肠可以 帅跳辣 你唱了什么 你唱一颗 先说说这锅底香味浓郁却不油 麻味非常非常的足 辣味确实不高 给人入口的感觉是香麻 然后是辣 锅底有微辣麻辣酸菜三种可选 鱼有两种可选 还有牛蛙都是现点现杀 现片现做 品质新鲜可见 价格也算正常 整个吃前的话 味道还是比较成都的感觉